平川苏任静 天天良不瘦 大家好 我是平川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顶尖选手的对决 由兽组对抗兽组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身点位 地图选择是AL秋天的落叶 出身在地图右上角是蓝色的兽组 ID是英斐 那本场比赛英斐是主动选择兽组 来对抗所有世界第一兽支撑的令 非常非常的有自信 我们看一下他的对手出身在地图的左下角 红色的兽组ID叫米古猫 目前就是韩国的一兽组LYN令 目前也是全球第一兽 实力非常的强悍 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首发英雄 令这边首发的是先知 那又是用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先知配猎头的打法 不过这里有一个小细节 就是令这边的话战争模仿造的比较晚 所以说他踢一个应该还是出大忌 过渡一下后面再出猎头 我们看一下英斐的一个开局 英斐首发的也是先知 这边的话战争模仿和兵营造的是一样快 所以他前期应该直接就出猎头 不会出大忌过渡一下 最近的英斐各种挑战自己 在欧服上他直接用兽组打上了宗师 然后用暗夜也打上了宗师 最近是用这个云林去打 打上宗师非常不容易 宗师相当于是欧服排名前50 现在欧服比较火 很多职业选手都在那里打 包括中国韩国的职业选手都在那里练 好 我们看一下 接下来双方的一个博弈 另的话第一个兵出的还是大忌 练一下门口的432 林斐这边练的话直接是出猎头 所以会稍微晚一点 出猎头练一下门口的小点 看一下这一波双方的一个装备情况 好 另这边练的点稍微大一点点 打了一个直接上来一个公爪 这兽族内战你这个装备好一点 这样的话滚雪就越打越舒服 好 我们看一下先知第一个打了一个智力加3 英斐是智力加3 对方的话是一个攻击加5 那接下来英斐继续选择练级 这边令的话直接过来抓一波 好 这一波看看能不能抓到 过来一看能不能抢一个绿皮 没有抢到 英斐也打了个甲午的公爪 非常的不错 这边的话令是双线练 然后先知去抓 果然是自己是专业的手足是吧 拿的还是非常有自信 好 双线一练 这边先知经验拿到是吧 等级优先 而且还骚扰你练级 这个打法真的是非常有自信 前提是你这个操作非常厉害 如果说你操作不太行的话 去抓别人很有可能 赔了负了一波绝兵 好 我们看一下 因为这边和对方号 也是号到了二级 双方科技都开始升二本 进度差不多 那接下来又是练级点的一个选择 AL这样的地图的话 新出来并没有多久 所以说开发的打法还有带优化 每个人对于这样的地图 都有自己的理解是吧 一开始练什么点 后来练什么点 最优解的练级路线 然后再加上运气好好装备 那这个内战的话 就可以拿下优势了 好 我们看一下 这边第三波点 练的是分矿 那既然那么早练分矿 肯定是有想法要开分矿了 Infi这边倒没有 Infi现在是想最好的办法 尽快的把英雄等级提上去 分矿的话暂时没什么想法 练完商店 我们看一下这一波的话 装备还不错啊 还买了一个头环 拿了一个纸环加三 这边再把蜘蛛一练 看一下令这边也开始练大点了 直接练一下购佣兵 这个六级的狼好像非常没有排面 非常的脆 打两下血就掉的差不多了 Infi练到了三级 可以找机会去和对方打架了 令这边也是打到了三级 打了一个魔法石 双方倒三打算要较量一下 Infi率先开启了进攻 这边狼往前冲 猎头一次血往后拉 猎头打的画面还是非常好看 互相戳 然后三本好之后 大家都会伸个大猎头 甚至会出一些萨满嗜血 看一下Infi这一波的话 打对方对方不想开团 直接去对方家里开始搞事 好想拆一个地洞 看能不能拆成功 但是这一边的话 部队状态补的差不多 好疯狂拆 可以的 这一波Infi率先把对方一个地洞给拆掉 我们看一下地洞一拆的话 二本这边老牛已经点好了 老牛一出来还是没有阻止老牛的一个出生 Infi的话也是二发老牛 Infi是率先想把二本建筑放下 再出英雄 双方还在中间继续A对方 我们看一下人口方面 Infi现在是36 这边的话也是36 不过呢 令的话因为地洞被拆了一个 所以说暂时人口补补的上 有点红人口了 这一波继续和对方较量操作一番 好先知现在令的先知去追这个猎头 这一边的先知好像也想找机会去打对方的猎头 但是对方的猎头是在一起的 这个猎头好像跑不了 二级狼一摇还是把他给带走了 Infi找起机会继续去找对方的麻烦 这边把大忌 血厚的大忌往前侦察一下 好老牛出来一脚一踩 现在的话Infi闪电链一根 好杀了一个猎头 第二个猎头也杀掉了 这一波非常的不错 Infi打的非常的主动 那现在令的先知也回来了 所以说猎头现在四面八方散开来 我猎头真的是脆 对方这个狼好像追着追着还能追到 哎呦这个猎头还是被杀 Infi的话狼招出来 把对方的先知给搞死 这边的话二级狼继续追这个猎头 Infi的老牛终于出来了 Infi的老牛一技能生的是光环 然后令的话一技能生的是彩地板 双方还是有一些不一样 哦是一波双线稍微有点瑕疵 英雄的话走到对方的圈套里面了 对方一脚一踩 幸好幸好没有围住 这一波要是围住三级先知就很亏了 然后令的先知也是在找Infi的老牛的麻烦 这边萨满出来哎 又进化了 对方的狼没有那么嚣张了 Infi的先知也去对方家里骚扰一波 科技的话我们看一下 令现在得开只剩三本 三本剩了将近了三分之二 Infi的三本稍微慢一丢丢 也不是慢很多啊 这一边哎呦这个狼还是要被对方给解决掉吗 直接反召了出来 那经验还是没有给对方 先知现在早就回家补一下状态 老牛在双线练吉 这边令的先知去抓 双方真的是斗智斗勇 从开局打到现在 但是双方虽然说一直打架 练吉也没有落下 哎呦这个装备还是被先知给拿走了呀 很伤 这一边先知 Infi暂时有点操作不过来了 那先知还是和自己大部队会合一下吧 对方这个先知有点嚣张啊 装备非常不错 老牛没有踩地板 确实前期没有踩地板还是比较比较的难受啊 本来是想升光环快速到二 到时候有踩地板 但没想到对方的先知跟的实在是太紧了 Infi决定继续去骚扰 去对方家里的话杀了一个农民 萨满出来进化了一头狼 把这点萨满给解决一下 这一边我们看一下 令直接用一个先知啊 把Infi的部队压在家了不太敢出去 主要是英雄状态不太好 Infi继续去对方家里骚扰 这边萨满的蓝又好了又进化了一头狼 这个萨满还是有点难杀啊 农民的话全部撞了很多地洞 这一波的话没有撞到很大的便宜 Infi的先知决定回防一下 毕竟对方对方的大部队也已经集合好了 老牛终于升到二斤一脚一踩 阻止一下对方的一个进攻势 因fi的先知赶紧回防一下 那目前大家三本都升好了 马上要升大猎头 大猎头升好的话又是一波比拼啊 先知哎呦 从对方的万军丛中穿过啊 状态被点得有点难受 好磕了一个药膏 对方的二级狼一波输出 这边Infi被打在家里啊 稍微的有点难受 看一下老牛现在 好老牛状态和对方的老牛差不多 不过对方的先知装备啊明显好不少 看一下这一波要不要升个城防呢 这边萨满在里面补个状态 Infi三发了一个小歪 这边小歪出的比较的快啊 这一边的小歪还没有出来 那这一波看看能不能蹭对方 小歪没出来的时候赚点便宜 但是这边撤退的非常的及时啊 一看到对方英雄出来的话赶紧撤退 然后部队补的差不多 等自己的小歪也过来可以找对方打架 Infi是想既然杀不到你英雄 那我赶紧练一波急 但是令的话哎自信回头打扰你一波 贴了一个加速老牛往后撤 撤的非常及时啊就怕被小歪给变掉 好那现在令的小歪也到达了前线 这一波双方又要开始互相戳了吗 先知还想练这一个地金实验室 但是这边不让练呀 好 六级狼打掉 这里终于打了个不错的装备是吧 风暴的施脚 单位的话额外加一点护脚 这个老牛 令的老牛有点嚣张往前冲 这边 这边Infi的老牛啊 闪电盾套起来一脚一踩 哇这脚踩得非常的不错啊 这脚踩得非常不错啊 这脚踩得非常不错 令这边的部队掉的有点难受 好现在是老牛没什么蓝 Infi的老牛没什么蓝 赶紧往后撤一下 对方的老往前冲 撒马的蓝也不是很多啊 这现在轮到令反攻了 令这英雄的蓝很多啊 关键是老牛升到了三级 先知四级 令这一波突然一个反杀很强 这个撒马又被带走了 这一波打到老家 看看Infi能不能用主场优势啊 那占回来一点便宜 现在对方老牛高一脚 这个二级踩却是有点嚣张 Infi暂时闭气锋芒 回家躲一躲啊 用自己的地洞协防一下 目前Infi是升好了城防 地洞会比较的硬 先知是三级半啊 老牛才二级半 哇Infi英雄的经验 比这个令你的话差的有点多啊 对方真的是老大了啊 直接比你高一级 那双方这一波还想继续打吗 Infi得找紧机会去练极了 这一波在硬拼下去很伤 老牛一脚一踩 可以的提前比对方的老牛先踩出来 但是对方是三级老牛啊 明显兵营的硬一点 哇这个大金自己反补掉 令这个太细了吧 团战的同时还不忘补自己的一个兵 是吧这边二级狼 哎发现对方的部队打不过 赶紧召唤一下 那这一波双方一顿较量之后 我们看一下双方一个人口啊 Infi是41 这边的话令的话已经51了 多了将近10人口 这边继续练极 哎 Infi这一波没有自己练 过来反抓一波好 这一波抓的话杀了对方的一个猎头 然后自己想把这个点给收割掉 这边打了一个大耳关 好这边小怪给你好了 现在是Infi英雄等级落后有点难受啊 那现在英雄等级落后那么多 只能富贵险中求了 看去练一个大典是吧 九级石头人能不能练一下 但是这里哎呦 令的话刚好想去自己练 突然之间又自信过来了 那这一波要不要反抓过来 哎没有反抓到 现在来中间练 看看要不要去Infi家里搞一波事啊 这一边老牛的话还是没有到三 好打了个大无敌 这个装备还可以啊大无敌 这边令的话部队在中间 好看了半天觉得对方应该是在这边 哦呦 刚好Infi在练九级的怪 这直接就被对方给抓了 好上来小Y直接把对方老牛一变 老牛一脚踩 看能不能杀一波老牛 对方反踩一脚闪进了一根 Infi的老牛大无敌点起来 然后往前冲啊杀对方了一波兵 对方的老牛身上磕了一个蓝 哇三级老牛二级踩非常的凶 这一波一踩的话Infi部队赶紧啊 往后拉扯一下状态有点差 这闪电链才过来收割 好要述一下想杀对方的三级老牛 三级老牛哎这一波对方踩出来了 能不能杀 哦可以的啊 这一波极限把对方三级老牛杀了 但是Infi为了杀对方一个英雄啊 自己这个部队状态也是非常的差 我们看一下双方一个人口Infi是41 这边的话是46 好Infi的先Infi的老牛也被对方给杀了 Infi虽然杀了对方一个英雄 但是对方这个部队状态非常的不错 疯狂的各种追杀 而且已经有萨满的嗜血了 好Infi先知召唤出狼和对方对打一下 这一波Infi又撤退到了家里 撤退到家之后能够通过家里的地洞协防一下 然后复活老牛 老牛也到了三级是吧 三级在主场复活的话更快到达战场 那现在利用自己的主场优势稍微回防一下 但是这个时候的话 令的分光已经顺利运营非常久了 已经踩了一千块钱了 一千块钱的资源双方消耗可是有点多啊 这边群补直接空了两张群补 Infi第二次来练这个九级石头来 这一波应该不会被抓了吧 刚才如果说没有被抓 我练完这一波英雄等级击估就没有劣势了 可惜被对方给抓了一波 这又过来了吗 感觉又有点往这边走的走的趋势啊 好我们看一下这一波先把狼六级狼练掉 哎呦九级石头来没有练到又被抓了 这一局Infi表示腿了呀 这两次来练都被抓是吧 这可是这要不是职业选手之间的巅峰对决 还以为是开图呢 那没办法 对方意识就是这么的强 顶尖选手啊就是这么厉害 好小Y叫了一个回程 第二次来练这个九级石头呢 还是没有练成功 反而成为了打公仔呀 这一边令直接过来练 看看Infi能不能过来反抓一光 哎来不及了 主要是小Y状态有点差 老牛三级老牛啊 终于复活成功 我们看一下这一波能打一个什么好装备 哇 直接打了个老牛的耐久光环 如果有点重复了 这个东西可以卖掉 反正自己已经有老牛了是吧 光环已经有 Infi过来 哎呦 这方已经开了分框 再点一下 对方已经采了1600块钱了 很伤 赶紧把对方的地洞拆 现在是令没有省好城房 地洞还是有点脆啊 先把地洞解决 但是自己走位要小心啊 小心被别人包个脚子 家里的话 小苦工也拉了出来好 老牛电队套上往前一冲 这脚会踩的不错 哎呦 被对方先踩出来了 这一波对方一个妖术 老牛不会这样被秒掉吧 好 终于踩出来了一脚 身上没有其他保命道具 哎呀嘞 这个老牛有点伤啊 找了一个非常好的开团位置 可惜可惜啊 没有踩出来被对方各种控 好 那这一波打完的话 令直接交了一个TP 是吧 交个TPTP到分框 这边萨满的嗜血又来了 哇 部队占据了非常不错的阵型 那现在看看双方人口啊 英飞是49 这边已经是55了 英飞没办法 把资源比不上对方 对方却是报人口 报的有点快 那这一波的话 对方先知率先到5级 三级隐身狼 英飞是4级半 对方三级隐身狼实在是太巧 三级小歪已经扛不住了 往后拉扯一下 这一波英雄一到5真的是 英飞这边有点兵败如山倒的感觉 好 这边用苦弓卡了一下对方的一个位置 也是承受了非常多的伤害 另的话群补一颗啊 刚才是控了两个群补 现在团战的时候 关键的时候 团战非常的有用啊 现在三级隐身狼 还在疯狂的想杀小歪啊 小歪一色血赶紧治疗波 奶一口 但现在 现在的话自己没有分框 对方分框 这一波没有拿下 而且英雄等级继续占据优势 这一波英飞只能够不命一战了呀 看看能不能打出来一个好效果 杀对方一个仙姿之类的 这一波英飞继续过来冲 拆一下对方的分框 另的话回家补一下状态 先吃身上还有一个无敌很难杀 三级狼身上有个腰膏 而且难很多上来一脚一踩 先把你的萨满给干掉 没有萨满 你就没有驱散 也没有嗜血 这个部队状态跟对方比就差了很多了 好因为部队人口越来越少 直接打出奇迹 推出游戏 我们恭喜令啊 这一局英飞两次偷是偷了 真的如果有一次偷成功局势 可能还会不一样 喜欢本场比赛的朋友 记得点一幅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